為何你最近少找我? 是不是訊息太多,找不到我? 不如在節目之前先將月之一二置頂吧 眾所周知,只要你和其他人合租過 那你一定有一個想法就是 買樓! 買什麼樓? 你現在買得起嗎? 你不要按摸實,行不行? 腳踏實地一點,麻煩你 你現在最想做的事 就當然是一個人住了 買樓? 跳! 不過說真的 雖然一個人住的確挺爽的 晚上睡覺,就算你什麼都不做 都不會有人理會你 但是一個人住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會很容易用力過猛 因為你剛剛開始一個人住 和你已經長期一個人住 這兩個階段的心態是很不同的 我知道,絕大部分朋友剛搬出來自己一個人住的時候 最大的感受一定是覺得房租很貴 不是 最大的感受一定是覺得自己很獨立 整間屋都是我的 在這間屋裡面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 我打機的時候 想開外放就開外放 想開語音就開語音 想打通宵就打通宵 想充滿原諒就直接 但是 當一個人產生 這間屋不是我租的 而是我的 這種被人賣了 還要幫人數錢的幻覺之後 就會開始追求更高級的生活享受 你買了樓之後 你更高級的生活享受 是什麼? 裝修吧 所以 絕大部分人 剛剛開始一個人住的時候 都會好像鬼暗眼一樣 會突發期想買一些 長紙 貼紙 梳化 茶几 地毯 牌架 窗簾 床單 皮單 衣櫃 床頭櫃 落地燈等等等等 價值不非 甚至還可以通空他們 整副身家的傢俬回家 純粹就是為了滿足他們 將自己家的風格 佈置成Inz風的慾望 不是開玩笑 他們買這些東西回來用的錢 分分鐘更多過他們家屋一個月的房租 人家是壓二負一 他們是壓二負二 明明租的只是一間城中村單間 但是 就被他們佈置成一間高級的城中村單間 簡約 但是奢華 而為了保持這種簡約風 他們還會很頻繁地收拾屋 鞋子當然要放鞋架 衣服當然要放衣櫃 什麼?有髒衣服還沒洗? 我今晚就洗掉它 什麼?有碗店還沒洗? 不存在的 我一吃完飯就馬上洗碗了 地面上有滴不明液體 什麼都不用說 馬上擦乾淨 明明平時放假回家垃圾 都不肯幫忙 一自己住就天天搞衛生 有時候還會深血來潮 調整家居的位置 如果我把床搬到沙發那裡 那我就有把沙發床 哇!我真是天才 馬上試試 搬到整個人身水身汗 搬完之後發覺不太好 接著又搬到原位 都依然樂此不平 一個星期固定搬兩到三次 連健身房的入會費都省了 而廚藝比較了得的朋友 就當然都天天親自下廚煮兩尾 買廚具和餐具這麼貴 不煮多幾次飯豈不是很吃虧 最重要是什麼? 搞衛生 不要發朋友圈 但兩送一湯就很適合發朋友圈 如果沒有湯 我們用糖水 再不是沙律都行 實在沒有 那就是兩送一飯 發朋友圈都很好看的 但是 當這些朋友發覺 開始自己一個人住之後 很長一段時間裡面 都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住 他們的心態 就開始發生變化了 首先 是他們終於意識到 住的這間屋 不是他們的 你把這間屋佈置得再漂亮 這間屋都不是屬於你 而是屬於包租婆 包租公 但是 裝修費就你給了 今天很笨 而人一旦意識到自己笨 就會開始收手了 所以他們不會再買新的傢俬回來 用得就用 扯不用得再說 反正都不是我的 然後 他們亦都很少會再收拾屋 反正都一個人住的 都不會有第二個人上來的 家裡收拾得那麼綺麗 有什麼用 扣女兒就有得加分嗎 跟那些女生說 我家裡雖然不大 但是收拾得很綺麗 她會喜歡我多一點 不會的 平時上班都已經夠累了 好心回到家裡就讓我們休息了 接著 東西就亂放了 據我所知 有些男生真的亂放 哪裏方便就放哪裏 手機放在桌子上 合理 外賣放在桌子上 都合理 內褲放在桌子上 就真的有點過分了 我覺得最多是放對襪 至於自己煮飯吃 你們聽不到我剛才說外賣嗎 不是完全不煮 不過一般都是煮麵 還要是三分鐘就錄好那種 雖然大家都覺得 自己一個人住得舒服就行了 但是其實 將自己的生活過得更精緻一點 你說是儀式感也好 你說是小確幸也好 實際上都是一種自律的表現 即是你有這樣的自制力 令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 沒有自制力 今天每晚都熬夜 經常不運動 有空不學習 上班等下班 等到老了之後 回過頭來發現自己又沒錢又沒愛 那你們想舒服地墮落 還是辛苦地快樂 我無所謂 看你們吧 看完節目了 讓我檢查一下你有沒有將月之一二自定 咦?為甚麼你還未將月之一二自定? 你不會不會自定? 不如我來教你吧 IOS 用戶點擊月之一二公眾號主頁右上角 選擇設維聲標就行了 以後想看節目的時候 進入訂閱號消息 點擊右上角 就可以看到月之一二排在第一位 而安全用戶只需打開月之一二公眾號主頁 點擊右上角 再選擇置頂公眾號就行了 以後想看節目的時候 進入訂閱號消息 就會看到月之一二排在第一位 以後記得每晚六點準時收看月之一二